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黄春林 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 客厅的风水 以及厨房的风水 我们都知道 客厅的风水 会影响到我们的亲情 会影响到我们的财运 事业运 所以它非常的重要 所以客厅一定要明亮 光线要充足 代表家人的前途光明 同时呢 我们要注意 客厅一定要方方正正 不可以有切角 同时 他的走路的动线 一定要非常顺畅 代表前途事业没有阻碍 非常顺 还有要注意一下的 就是我们的客厅 尽量不要放假花假草 假如说放假花假草 会影响到我们财运 也不要放大的镜子 因为大的镜子 会影响到我们的亲情 大的雪柜 会影响到我们的财观财运 所以大的冰箱冰桌是可以放的 还有尽量不要放两个时钟 只要放两个时钟的话 就很容易家里会有争吵 这点要稍微注意一下 另外呢 我们要注意一下 砂花一定不要背着门 砂花背着门的话 会没有贵人 甚至于换小人 这时候我们可以在柴卫的地方 跟他放这个龙 用胎印招胎龙 因为龙是天界的守护神 可以化小人 招贵人 增加你的旺气 所以说非常重要 用龙来破解 同时呢 我们一进门的鞋队长柴卫的位置 假如说你要增加柴气 其实你可以放 就如意 用金如意 易如意 来增加他的一个柴气的正能量 还有当然可以放皮胸 那也可以放到这个 像这个小聚宝们 都非常好 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 客厅就是让我们亲情 还有财运 事业运 能够旺盛的地方 所以说这样摆设就非常好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厨房 因为厨房位置非常重要 厨房里面最重要就是那个炉灶 炉灶一定要合你主人的位置 好 而且炉灶的位置一定要放在旺气 生气位置 这样的话你主人才会健康 假如炉灶放在 像病虎 还是说在无鬼位 或者在煞气位 这样的话你主人就会生病 甚至家里的健康会影响 那要怎么样 这个炉灶要怎么样放呢 假如万一说 他不能摆 你也不知道 这时候我建议你 用三颗龙银 在炉灶的附近 我们用三颗龙银 跟他放着 来化解 这个炉灶所面临的煞气 来破解他 另外呢 炉灶最怕的就是 跟水槽相对 因为水槽水我相克 会影响到亲情 也会影响到健康 炉灶的下放不得水到 有水流过去的话 会影响到 这个家里的这个肾方面的 或下半身的毛病 就要注意一下 炉灶一定不能压凉 压凉对你主人的健康不好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 冰锄 冰锄打开的时候 不要向着窗 向着这个门 会造成漏材 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 就是米翁 米翁 尽量用木质的 或者是瓷器的 不要用塑胶种装着 这样会漏材 就要特别注意一下 各位朋友 想要你要了解更多的风水知识 请你锁定我们 每周二 每周四 晚上的八点到九点半 黄春林风水命理规划师 我们有首相 面相的分享 也有居家风水方面的分享 同时我们有免费抽奖 跟免费的批算姓名才冠印 另外也有指挥斗数 指明八字的批算 你的感情的婚姻 所以请各位朋友 这个调顺你要了解更多的 洋宅风水 请你锁定我们的 黄春林风水命理规划师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